如果有一条数是这样的话 而我又问你这个x是什么的话 那你会怎样做呢? 这条数不难的 我们首先把这个负4拼过去 有x加3的乳次方等于4 然后就两边开方了 所以有x加3等于正负4 当然不例外就将它斩开两边来看 左手边我们拿正那边的话 就有x加3等于正2 右手边的话我们有x加3 拿负那边就等于负2 之后后面那些都是简单的算术 那我们会有x的第一个根是负1 而x的第二个根就是负5 OK? so far so good 那我为什么要说这条数呢? 那我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有一条二次方程 我们可以列作这样的形式的话 那后面那些步骤就easy job 那为什么要说这一样这样的东西呢? 就是原来我们之前学过 不论是靠grouping 靠公式 甚至是这个交叉相成的方法 去做这个因式分解呢? 那但是有些东西 有些数呢 不是每次都会用的 那就是好一次画面看到的这一条 就是这样的 x的二次方 减4x 等于9 那你如果就算写做 把9拼过来 写做x的二次方 减4x 减9 这样 等于0 那你试一下 就算用这个交叉相成法 那你叉来叉去呢 都叉不到一个方法 就会找到中间的这个 负4x 那原来呢 有时候这些东西都不合理的人呢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要靠 今天所说的这个配方法 英文是competing the square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好像用这条式来做例子 那我们呢 就会倾向 将 x的二次方 和x的这个 term 放在左手边的 那然后将个常数 就放在右手边 那然后靠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就配方了 怎么配法呢? x二次方减4x 那配方的意思呢 就就是说我们 要 加或者减一些东西 然后呢 就等于右手边的 那加或者减一些东西 搞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就会 变成 完全平方数 今次是欲减这条 就会变成 完全平方数 究竟要加或者减一些东西呢? 在这个case呢 就是 加4或者 就会加一个 4下去的 没错了 那左手边呢 无端端加了4 你看到原本那条式是这样的 左手边无端端加了4 那右手边呢 唯有平衡这些东西呢 那都是要加4的 那两边才会平衡的 OK 那所以 我们有 左手边这些东西 整个物体 就会变成 下面这一条 就会变成 一个 x-2 的平方 那 而右手边呢 9加4 就13 对不对 那之后呢 那就变成这个方 那变成这个方 之后呢 后面那些就 2个借货了 分别 我们有 x-2 2 如果拿正跟好的 把这个跟好 拼过来 那就变成了 跟好13 我们有正跟好13 又或者 x-2 等于 -跟好13 那变成 x的第一个解呢 那就是 2 加跟好13 那x的第二个解呢 就是2-跟好13 那下面这些是容易做的 我们这次主要呢 集中火力讲的呢 就是 怎样 由原本有的那条式 将它变成这一个方 这个就是这次所讲的内容 那实际上呢 这个配方法要怎样操作呢 那我们 很快地来看看 如果第一条数是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将 这个 x的平方 和这个 7x呢 踢去一边 然后将 这个 常数项呢 踢去第二边的 那 那 拿一条数来做例子 那下一步呢 我们会有 x的平方 -7x踢过来 就是 加 7x 然后 将这个正5踢过去旁边 那就是-5了 再下一步呢 就看着 这个是x的平方 那这个 加7x呢 我们会写成这样的 会变成 加2 乘以一个x 就是 再乘以一件事 令到 这一项呢 整个会还原到7x的 那就是乘以这个 7 over 2 那 那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那 那 由于我们说过 我们要将这一件事 做完全平方 那 完全平方呢 我们需要有三件事 第一件呢 就是a的平方 第二件是2ab 那 a的平方 我们有了 这个就是x的平方 我们会当做a的平方 那 2ab呢 就是这个7x 那 我们会把它写成2ab 那样的 刚刚说过a的平方就是x的平方 那 a就是这个x 那 但是 我们平方呢 我们还有一个component呢 还有一个元素呢 是未有的 就是这个b的平方 那 那在哪里找呢 那就是在这个2ab里面找那个b 那 所以我们就要把中间这个term呢 中间这个7x呢 会写成这样 会写成这个括弧里面这样 7 over 2 那 那还有这个b square呢 我们要刻意加上去的 因为它本身没有的 那 就加一个7 over 2的square OK 那等于右手边 等于-5 那由于左手边 无端端多了一件这样的东西 那 为了要平衡呢 右手边也要加同一样的东西才行的 OK 那这个是第二步啦 那我们搞定完这一步之后呢 接着下来就可以compete的square了 那由于这些元素 a square 加2ab 加b square都在这里了 那所以呢 这些呢 我们就会等于a 加b的square 那 而右手边呢 这个就是小学的分数计算 会有29 over 4的 那去到这一步呢 competing square 就完了 了 competing square 完了 下面那些是 简单的解方程而已 那 那就 都做下去了 x 加7 over 2 开放 等于 我们今次拿正的 那边 然后x还有负的那边 x加7 over 2 等于负更好29 over 2 那所以x的第一个解呢 就是负7 over 2 加更好29 over 2 那x的第二个解呢 就是负7 over 2 加更好29 over 2 OK 哇 那么快就一条了 那 那然后呢 有时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呢 x 二次方的这一项呢 它的系数 它的coefficient呢 不是1的 那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整条式 这个整条式 左右两边 都除以2 那就可以了 左右两边 除以2 我们会有 x的二次方 减 x 那这个是减3 over 2 我们 会把整条式行 又踢到右手边的嘛 那所以右手边 就是 减3 over 2 踢过来 变了 正3 over 2 那之后 又complete这个square了 中间这一项 我们会写成 减2 乘以1个x 再乘以多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 就是 要把这一块东西 变回到上面这个 减x 就是2 二分1 然后再加回 这个固碗里面 这一块东西 的二次方 令到它等于 上面3 over 2 那又是两边加同一块东西 那又是两边加同一块东西 那同样道理 这个 就是我们贴着 要complete的那块 那块 就会变成这样的 整个变成 x 减2分1的二次方 等于 7 over 4 那接着 又是 变成了一个 基本的代数运算 x 开方 减2分1 等于 正的 更好7 over 2 另外一个 x-2分1 等于 更好7 over 2 那所以 x呢 就等于 2分1 加更好7 over 2 这个是x的第一个解 x的第二个解 就是 2分1 減 更好7 over 2 搞定 那整个方法呢 都是 说着 我们怎样得出 这一条 和这一条 就是 complete完 square的那个form 有了这个form 下面那些 运算呢 就 2个借火 整个就是 complete square的内容 了